Hello,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小黄给的一个带来的是咱们阿尼亚 基于行全顺,东周中景的底盘打造的一辆房车 首先,咱们看到它车身的右侧的话 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遮阳棚,户外灯 然后原车的两对,原车玻璃更换成的推纳窗 副架和中门下方,配备有一个头锐鸥同胞的脚踏 后部还有一个户外的携手龙头 然后中门靠后的话是一个100升清水箱的中级下水口 也是采用了一个三年四十平级不锈钢的材质 原车的四个能果都更换成的鱼和鲸的能果 那么车身颜色方面除了现有的白色 也有黑色以及银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车颈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是背了一个小书包的 这个小书包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车颈的帐篷 它打开之后长度是1米9,宽度是1米4,高度可以达到1米2 容纳两个成年人在内部的睡眠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车尾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这辆车咱们改装完成之后 准备质量是2800千克 最大总质量可以达到3500千克 车身左侧的话基本上没有做出太大调整 而在左后轮的斜前方是有一个试键的接口 整辆车改装完成之后 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2032,2600 中控的仪表台以及主副驾的内饰 都是沿用了远车的内饰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五速的手动面穿箱 原车的收音机换成了导航 当然也有2.07的气候发动机 以及6A7的自动变速箱可以供大家选择 主副驾为两个单座 均进行了超前皮的包饰 以及这种拼色的处理 在主副驾的中间 还有一个18升的印带尔的扶手冰箱 咱们再打开中门进入到车内 中门对面的话就是一个固定的卫生间 侧板的话也是采用了一个陶木的装饰 内部设计有一个氛围的灯光 然后咱们再打开卫生间的门 对面是一个洗手盆 配备了一个伸缩式的洗手龙头 内部的洗手杯 便携式马桶 以及毛巾架 镜子也都一应俱全 对面顶部的话 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往下外部的推拉窗 内部都配有防蚊和隐私的内窗 再往前部看过去的话 这里是有一个舱门 是直接通向的驾驶室顶部 整个尺寸还是非常大的 长队90公分 宽队90公分 内高是1米72 卫生间后部的话 就是咱们的客户区域了 咱们看一下下方的话 咱们是坐有一个台阶 将后部做了一个整体的提升 这个台阶内部 是咱们电路系统 以及家用面秘空调 和燃油助车加热器 暖风机的一个安装位置 这辆车也是配备有 420的千层焦底电池 以及3000瓦的重移编一体机 然后这个侧边的话 左侧是有一个暖风的出风口 右边有一个蓝色的液晶面板 这是咱们的一个库宁器 能够实时显示出咱们的 现在剩余的电量 以及负载的一个工具大小 然后实际上在这个中部的话 是一个家用变频空调的外机 做了下沉的处理 它的内机 咱们安装到了车尾的一个上方 家用变频空调 相对来说 它的智能效果好 能效比高 而且非常的静音 后部的这个L型沙发 搭配侧边的小的橱柜 结合上面的洗手盆 检查具 和小的储物的一些设施 咱们也是非常的方便 再打开侧边的这个小的桌板 咱们在这个区域 会客以及洽谈 吃饭 聊天 都非常的 惬意 在橱柜的侧面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按键 咱们轻轻按下去 可以看到 沙发下方的一块床板 就逐渐的伸展出来了 放上床垫 这样后部就成了一张长度 最长可以达到1米85 宽度是1米2的一个双人床了 在橱柜侧板的这个后部 是咱们整车中控显示区域 可以看到后部啊 咱们将燃油注射加热器 暖风和热水的一个控制开关 也集成到了这一块 这车也是装配了一款 德国进口的水冷的燃油注射加热器 吸油暖风又热水 而且热水是急用吸油 会客区两侧推纳窗 内部都配备有灰色的隐私窗帘 上部还有月头灯 顶部的侧面的话 是咱们的储物吊柜 包括它的对面的话 也是一长培的吊柜 在顶部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宽阔的通道 天气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 可以从车内直接通过通道 进入到车顶帐篷 在通道的前方 配备有一个九宫阁的顶灯 增加了整车的一个商务的氛围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咱们这辆新旋顺 商与房车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心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